對於一個殘疾女性就是涉造 是一個很自然、理所當然的一件事 香港女將協進會主席尤家敏Carmen 患有脊髓肌肉萎縮症 三十多年來都以輪椅代步 我很記得我大學畢業的時候 記得拍完照片回家 我媽就跟我說 你已經夢想成真了 你想讀大學都終於讓你讀完 現在開始你都不用打算做事 出去坐骨輪椅找東西這麼艱難 所以我媽媽想你這輩子 我們節省點花費 我們都養過你過世 我那一刻就在想 對於一個殘疾女性就是涉造 是一個很自然、你所當然的一件事 你都不用想多了 家裡已經預料給你涉造了 其實很多時候殘疾女性就會一早已經被界定 就是她不適合做人女朋友 看看太太甚至是別人媽媽 所以很多婦女的服務、場地 都沒有考慮過殘疾女性 我曾經試過去放蛇 政府的一些公共醫療服務 如果你有需要 其實你是可以驗STD的 即是性病 我很記得我去要求有一個這樣的檢查 姑娘是很直接跟我說 你坐著一輪椅 你下面你不會用的 所以你不需要驗性病 大家都會發現原來這些這樣的 苦科檢查 或者這些醫療的場所 其實原來是沒有想過無障礙這種事 Carmen用於為同路人爭取殘疾性權 而身體上的殘疾也無了她追夢 她現在既是作家、電台主持 更是一位博士研究生 我說我人生有這麼多個身份 其實都是摸著石頭的 夢想是要一步步培養出來 你問我的話 其實很老實說 我在讀Master之前 我都沒有想過我自己會讀PhD 但是在我讀的過程裏發現 自己有這樣的希望 想自己成為一個社會的老師 我亦都由那個時候開始 究竟如果我要達到這個夢想 我要怎樣過自己的人生 你問我 究竟殘疾人士是否一種殘缺 甚至是否世界越來越小呢 我很老實說 反過來我覺得我的世界 和你們的世界 可能只是那個混合又多一點不同 在我的空間 就是我對著電腦 其實我已經可能在做很多不同的事 甚至乎可能我今晚晚上 或者其他時間 可能我已經和英國 或者其他地方 可能會在討論其他項目 其實你問我的世界是否縮小了 我覺得我的世界可以比一般人更闊